属灵人,卷六随从灵而行第二章,灵的律法,你妥生。 信徒必须学习认识灵的知觉,因为这是随从灵而行的首一个条件。 如果他不知道什么是灵的知觉,什么是魂的感觉,他就不能按着灵所要求的去行。 当我们觉得饥食,我们就知道应当吃。 我们觉得含食,我们就知道应当穿。 知觉是表明需要和要求。 人必须知道他身体的知觉是什么意思,他才知道如何用物质上的事物来补满。 所以,信徒必须学习知道灵的知觉是怎样,并且知道灵各种知觉的意思,和这些的知觉,乃是要求什么,并应当用什么来补满这要求。 乃是当信徒如此知道他自己的灵和他的知觉,才能随着灵而行。 灵的律法中有几件为信徒所应当知道的,就是因为信徒不明白什么叫做灵的律法,也不知道认识灵的知觉的紧要,已知有许多灵的意思发出来了,我们依然不知道。 因此,有许多是从灵出来的,我们却不知道其为属灵的,已知就失去灵在我们日常生活里的地位。 我们知道了灵有直觉、交通和良心的功用之后,我们还应当学习知道如何认识他们的活动,以致我们知道如何随之而行。 信徒既经充满圣灵之后,他的灵必定是有许多活泼的工作的,我们如果不理他们,我们就要受亏。 所以,最紧要的就是有查看灵动作的习惯。 信徒应当知道他灵的活动过于他脑的活动才可以。 灵的重量 灵本当保守在一个顶自由的景况里。 灵应当时常觉得轻快,好像都是翱翔天际的,才能够叫生命长大,工作不受拦阻。 所以,信徒必须知道什么是灵的重量。 在许多的时候,觉得他的灵受了压制,不能自由,好像有千军的重量压在心头一般。 如果他考究这重量的来由,他并不见得有什么理由。 并且这样的重量,多是忽然之间来的,乃是在信徒不知不觉之间,忽然偷着进来的。 这样的重量,乃是仇敌所用以压制属灵的信徒,叫他失去喜乐和轻快,以致不能与圣灵同工,而失去灵的效用。 信徒如果不知道这种重量的来源,和灵觉得受压制的意思,他就不会立即对付这重量,而叫他自己的灵,历时恢复长度。 信徒或者要稀奇自己这样感觉的由来,或者要以为这不过是天然的,或是偶然的,或者毫不经心的,就认自己的灵受压制。 多少的时候,信徒就是不理这样的重量,而随便继续做工,以致越过越难过,叫仇敌能时常用重量来戏弄信徒。 以致在许多的时候,当神要使用信徒的时候,只因着他有了这种重量,以致不能成就神的工作,灵的知觉,在这一种的压制之下,就变成非常的迟钝。 所以,撒旦和他的邪灵,就专心致志地要叫信徒的灵里压有重量,叫他不能自由,可惜,多少的时候,信徒竟然不知道这重量是从撒旦来的,或者知道了,而不拒绝它,却任它存留。 如果信徒有了这重量,他就要失败。 如果他早晨有了这重量,而不利时就取缔它,就全日都要失败。 自由的灵,是得胜的根本。 我们必须有一毫无牵挂的灵,才能与仇敌争战,才能生活出神的生命来。 如果灵中有了压制,信徒就要失去鉴别的能力,就要失去神真实的引导。 因为灵仪受了压制,心思就受了影响。 心思一不能做工,自然什么都要停止或者错误了。 所以最要紧的就是当灵中一有压制或重量的时候,就立刻来对付。 切不可取认凭的态度,因为你若认凭它,它就要叫你受苦。 并且这重量是越久越重的。 如果过了许久你尚未设法除枝,你就要司空见惯,也不想除枝。 这样,就在不知不觉之中,这样的重量就变作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这么一来,就叫你看所有属灵的事好像都是很苦恼的,就叫你在灵程上难以进步。 你若一次不对付,下次要来得更容易。 对付的法子,就是立时停止手中的工作,不轻看灵知觉的要求。 立刻用意志推辞这重量,并运用灵来拒绝这重量。 有时应当开声说出反对这重量的话。 有时应当祈祷地用灵力来推辞,就叫邪灵不能将重量放在我们的灵里。 但是,取缔这重量来到的原因,也是不可少的手续。 原因若未除去,这个重量就要存留。 所以当推辞仇敌工作的时候,就应当连带推辞它所以工作的原因。 这样,你就能收回你所给它的地位。 你如有了鉴别的能力,你就要看见,乃是因为你曾在某时某事上没有与神同工,失败了。 所以,仇敌才有机会以重量压制你。 这样的地位,必须收回。 我们必须推辞仇敌因着我们失败而工作的原因。 这个要叫它逃走。 灵的闭塞。 灵需要混合体做发表的机关。 它乃是主妇,必须有家宰和仆人为它工作,成就它的意思。 它乃是电流,必须有无私,才能发表出它的光来。 如果混合体失了长度而受邪灵的攻击,灵就要被闭塞而没有出口。 仇敌知道灵的需要,所以它就常常在信徒的混合体里做工,叫混合体停止它们本来的工作,以至灵没有发表的机关,以至失去得胜的地位。 在这样的时候,心思或者要受攻击而变纷乱,情感或者要觉得孤单难过,抑制或者要觉得疲乏不能活泼,不能主动地管理权人。 身体或者要觉得非常的疲倦,也许不过就是觉得有一点的怠惰。 当信徒的混合体,这样的受攻击之后,若信徒不立即抵挡对付,它的灵就要受闭塞,不能与仇敌有活泼的征战,也不能保守自己得胜的阵地。 信徒的灵一受闭塞,它就要失去它活泼的态度。 它就好像有点的害羞,好像就要隐藏,不愿在公众面前做什么。 它就喜欢退到阵地的后方去,它不喜欢显露,或者它还以为这是它自己的觉悟,岂知这乃是因为它的灵兽闭塞呢? 它在读经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精神。 它在祷告的时候,好像话语便没有了。 当它想到它自己所有属灵的工作和经历,好像都是没有意思的,有时也许还觉得好笑。 它就传道,好像一点不觉得有效力,自己好像不过就是奉行故事而已。 如果任凭这种闭塞严长,后来信徒就要受仇敌的攻击更厉害,除非神因别人或他自己祷告的缘故,而从中干预而觉得气鼻不通。 信徒若没有知识就要莫名其妙,更长的就是不去考究其来源和原因,而去放弃认评的态度。 实在说来,所有我们灵性的经历和感觉都是有缘有因的。 我们应当切实考察,不要随便任其存留在我们里面。 这样经历的原因,就是灵被闭塞,灵外面的魂和体都关闭起来,以至灵没有发表的地方。 撒旦封锁灵,将灵关在暗室里,以至魂失去灵的引导。 闭塞灵的一经除去,信徒的气好像就通了,就恢复他从前的轻快情形了。 当这样的时候,信徒最要紧的就是运用自己的意志,开声说话,说出抵挡仇敌的话,用大声说出十字架的得胜和仇敌的失败。 而专一的抵挡仇敌在他混合体里的工作。 意志必须在这些话语之后,活泼地推辞一切的关闭。 祷告也是一个方法。 祷告时常乃是一个开通灵的法子。 但在这样的时候,大声的祷告乃是需要的。 此时的祷告,最好就是求告于主耶稣的得胜名字,以胜过仇敌一切的攻击。 也应当运用自己的灵,使之出力,冲开一条路来到外面。 灵的寿多 信徒的灵,乃是会受邪灵的中毒的。 这就是仇敌的火箭。 他能够直接射他的火箭进入信徒的灵来。 他会将愁苦、忧伤、难过、悲哀、心碎中入信徒的灵来,叫信徒灵里愁苦。 撒上一十五,但是零忧伤,谁能承当呢? 真是八十四,所以这样的关系是非常之大的。 当信徒觉得忧伤的时候,他以为这乃是他自己忧伤,以为他这样的忧伤乃是很天然的。 他并不查考这忧伤的来源,也不略为抵挡。 他就是没有声音的,没有疑惑的,接受一切临到他身上来的。 让我们记得,这乃是最危险不过的。 我们断然不可随便接受一个思想或一种感觉进入我们的里面。 我们若要随着灵而行,我们就必须在诸事上警醒,考究我们所有的思想和感觉到底是从那里来的。 有的时候,撒旦叫我们的灵刚硬,强项,不温柔,不顺服,窄霞,自私。 这样就叫灵不能与圣灵同工,不能遵行神的旨意。 这样就叫信徒对人失去他的爱心。 所有柔系为人,与人表同情,顾念体恤人软弱的心都丧失了。 这样就叫圣灵不能大用它,因为它已经失去主的宽大,几经自己化地为界了。 有的时候,仇敌教信徒有不赦免人罪的灵。 这乃是信徒所最容易受毒的一点。 恐怕,属灵信徒堕落的原因,多半都是因着这个。 这样的苦毒,这样的吹毛求疵,这样的寻仇,乃是灵命所受最厉害的毒。 信徒受了这毒之后,多没有清清楚楚地明白,以为这乃是从撒旦来的。 却以为,这乃是他自己这样的恨无人,所以是除不去的。 有的时候,撒旦教信徒的灵变成狭窄。 他教信徒化地为界,与人分开。 信徒若失去教会,乃是一个身体的观念,而以自己的小团体为前提的,表明他的灵已经收缩狭小了。 一位属灵的信徒,乃是以神的事为己事,以全教会为自己所心爱的。 如果他的灵公开,生命的江河,就要到处涌流。 如果变成狭小,他就要拦阻神的工作,而减少自己的用处。 如果信徒的灵不够大,以包容神所有的儿女,就他的灵已经受毒了。 有的时候,撒旦却叫信徒的灵,变成骄傲。 这样,他就自高自大,自尊自重。 仇敌教信徒以为他并非一无所有,乃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在神的工作中乃是有不少的价值的。 这一种的灵,也是信徒跌倒的一个最大原因,骄傲在败坏已先,狂灵在跌倒之前。 真实六十八。 邪灵乃是用这些,以及其他的毒注射入信徒的灵来。 如果信徒不立即抵挡,这些就要立刻变成肉体的事,信徒若已经知道了如何在灵中活着,就这些在起初时,不过乃是撒旦的毒种,并非肉体的罪。 但信徒若不抵挡,反而接受了他们也许是在不觉中的,就不久要变成肉体的罪恶。 灵理受毒,一不取地,立即变为灵理的罪。 灵理的罪,比无论什么罪都紧要,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 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灵如何,你们并不知道。 路九五十四至五十五,我们所存的到底是什么灵,乃是一件最要紧的事。 在许多的时候,我们的灵已经受了撒旦的挑拨,我们尚不知道。 灵一错误了,什么就都错误了。 我们看这两位门徒的经历,我们知道错误的灵,最容易从话语表明出来, 然而话语所表明的,恐怕上没有声调所表明的多。 有时话语虽然不错,而声调却是错的。 如果我们要得胜,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我们话语的声调。 邪灵一摸着我们的灵,我们的声调就要失去柔和。 刚硬的声音,暴躁的声音,尖刺的声音,都不是从圣灵来的, 都是表明发这声音的人,已经受了撒旦苦毒的挑拨了。 我们平常如何说话呢? 我们能否说到别人,而不带着定罪的意思呢? 话语也许是真的,但是,批评,定罪,愤怒,记恨的灵,可以埋伏在实话之后。 我们应当用爱心说真实话。 我们的灵,若是清洁的,温柔的,我们就可以说真实话。 定罪的灵若在里面,我们就犯罪了。 罪不只是一种行为,罪也是一种情形。 在一切事情后面的灵,乃是最要紧的。 许多的时候,我们可以为神或为人做事, 然而仍然可以犯罪,做事做的。 但是不诚心,不愿意,或者埋怨的灵,可以隐存在后面。 我们应当保守我们的灵甘美柔和。 我们的灵,应当清洁纯一。 我们是否以错误的灵为罪呢? 我们知道,仇敌在什么时候攻击我们的灵呢? 我们知道在什么时候,我们的灵受了毒呢? 我们如果知道,我们是否够谦卑以除去这样的罪呢? 当我们看见声调转纲的时候,我们就当停止,不要再说下去。 应当历史对我们所说话的人说,我们愿意说同样的话,我们愿意用清洁的灵说话,我们愿意反对仇敌。 我们若不肯告诉我们的弟兄说,我错了,我们的灵就要存留罪恶。 信徒应当学习如何看守他的灵,不受仇敌的挑拨,也应当知道如何保守他的灵,甘美温和。 在平日的时候,信徒就应当早拿信心的藤牌,以灭尽仇敌的火箭。 这意思,就是应当早运用活泼的信心,以抵挡仇敌的攻击,以仰赖神的保护。 信心乃是我们的藤牌,不是我们的前差。 乃是用以灭尽火箭的,并非用以前把火箭的。 信徒如果受了火箭,就当历史除去那叫火箭射来的原因。 就应当历史持着一种抵挡的态度,应当历史推辞一切从仇敌来的,应当历史祷告,求神捷径。 灵的下沉 这个灵尘的发生,多是因为信徒转向自己里面的缘故。 或者是因魂的生命诱生作用而未取缔,以之又吸收所有的精力以为己有,或者是因外面黑暗权势的进入,或者是因以自己为中心而祷告敬拜神。 信徒的灵若转向里面,而不转向外面去,就神的能力要历史停止,而不久灵,又将受魂包围,如果信徒不立即对付这样的向里转。 有时这灵的沉溺入魂,乃是因为信徒被邪灵所欺骗。 邪灵以身体上的感觉,以及各种奇异快乐的经历赐给信徒。 信徒不察,以为这是属神的,就在不知之中生活在这感觉的世界中,因而拉铃到了魂的地位。 有时信徒因为不明白基督的位置,因而受欺,以至教灵降下。 圣灵住在信徒里面,乃是将坐在宝座上的基督显现给信徒。 使徒行传,以福佐书,及西伯来书,将基督现今是在天上的地位,说得非常清楚。 信徒的灵,乃是与天上的基督相联合的。 但是,因为无知的缘故,信徒就要转向里面去寻求基督。 他要与自己里面的基督相联合。 因此,就叫自己的灵不能高升,逍遥云表之上,而受了压制,沉入魂的境界里。 总括来言,这些的作用不过都是要叫信徒生活在感觉里面,而不生活在灵里面。 信徒应当知道,当他尚未属灵的时候,他并未切实活在灵中,所以仇敌就不必有许多的假冒。 但是,当他经历过圣灵的能力灌入他的灵中之后,在他的面前,好像别有天地为从前所未知道的。 危险就是在这时候。 撒旦的工作,要信徒不活在灵中,因为这个叫他损失太大。 他的方法,就是利用混合体的感觉来吸引信徒,欺骗信徒,以为这乃是属灵的经历,而叫信徒享受。 许多的信徒虽然已经进入属灵生命了,只因其不知灵的律法,所以就失败了。 他会以各种身体上的感觉和超天然的经历赐给信徒。 信徒若依赖从外来的超天然的事物,或者感觉上的属灵经历,就叫信徒在灵里的属灵生命受了阻挡。 这样,信徒就生活在他外面的魂或体里,因而叫灵,最里面的,失去他与神的同工。 这样,自然混合体就要重新高升,被这权力最终叫灵完全沉下。 当灵下沉时,灵的知觉就不能为人所知。 这就是许多属灵的信徒有时觉得自己灵没有了的缘故。 因为混合体所占的地位太大,并且全人是靠着知觉而活,就叫混合体觉得所有的压制,所有的苦难,所有的征战。 人的觉观就代替灵做工,灵的知觉就埋没在混合体强烈的感觉里面。 这个结果,就是叫属灵的生活和工作完全停顿。 如果长久任凭它,就要完全堕落,也许全人要被邪灵所依附。 所以一切能残害灵的知觉的,都当拒绝。 无论是狂笑,哀哭,以及身体各种热烈的表示,都应当拒绝。 身体应当完全安静。 就是感觉超然的事物和过度感觉天然的事物都是不可的。 因为这个,要叫心思不随从灵而行,反要随从体而行。 应当不让一件事物拦阻我们明白灵微小的知觉。 灵一下沉,魂就包围灵,而叫灵受它的支配。 所以,信徒必须学习知道如何保守他的灵一直向外而去,而不停留在里面。 信徒应当知道,他的灵若不向外而攻击撒旦,撒旦就要攻击他的灵,叫他下沉。 唯独当信徒的灵,乃是向外而流使,圣灵才能借着他而流出他自己的生命来。 如果信徒转向自己,叫灵下沉,圣灵的流涌就立时被阻止。 圣灵乃是要用信徒的灵,以流出,涌出神的生命。 如果信徒转向里面,叫灵下沉,圣灵的生命就不能外流了。 所以,信徒必须知道,他自己的灵乃是因何而下沉的,并应当如何叫他的灵恢复原有的地位。 信徒一见自己灵的能力,好像有下戏一般,就应当知道他的灵已经有了毛病,应当立时设法挽回。 灵的负担 灵的负担和灵的重量乃是有分别的。 灵的重量乃从事撒旦来的,叫信徒受苦,要压制信徒的。 灵的负担乃是从神来的,乃是要表明他的旨意,要得着信徒的同工。 灵中的重量除了压制之外,并无其他的目的,所以多是毫无用处,毫无结果的。 灵中的负担,乃是神所赐给的担子,要叫他为神的缘故去,一,工作,或,二,带导,或,三,传信息。 这样的负担,乃是有目的,有理由,有利益的。 信徒必须学习如何分别什么是灵中的负担,什么是灵中的重量。 撒旦并不叫信徒负担什么,他乃是包围信徒的灵,以重量压制信徒。 撒旦的重量,乃是叫信徒的灵受束缚,心思不能工作。 单担子的人,不过只单有担子而已。 但受撒旦压制的人,乃是全身都受了捆绑。 黑暗的权势一临到信徒的身上,就立时失去自由。 但是,神所赐的担子并不如此。 无论神的担子如何的重,但是总不至太重,以致连祷告都不能了。 祷告的自由,无论在如何负担之下,总是不会失去的。 但是,仇敌所塞进来的重量,要叫信徒失去祷告的自由。 并且,除了祷告之外,若非有征战与抵挡,是不会除掉这重量的。 神的负担,只要我们祷告,就可以觉得脱下了。 仇敌的重量就燃。 并且灵的重量,乃是在暗中偷爬进来的, 灵的负担,乃是圣灵在灵里工作的结果。 灵的重量,乃是很苦恼的,叫信徒的生命受压制。 灵中的负担,乃是很欢乐的,自然肉体不以之为顶可乐, 但若抵挡它,而步补满其要求,就要觉得苦,因为这是与神同工。 请看太师一三史。 所有真实的工作,都是在灵里先有负担。 自然在灵里没负担的时候,我们就应当用心思, 神因为要我们行为,或说话,或带导, 祂就在我们的灵中,给我们以一个担子。 如果我们知道灵的律法,我们就不随便继续做我们手中的工, 以至这担子越变越重,或者因为时日长久的缘故, 以至失去这担子的感觉。 我们应当立即放下一切来考察这担子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我们明白了这负担的意思之后,就当按着所知道的去行。 当事情成功之后,这担子就必定离开我们。 信徒的灵,在平时必须尝试自由,无所压制的, 他才会从神那里接受重担。 因为唯有自由的灵,才会觉得圣灵的动作。 已经满了重担的灵,就失去他直觉的锐利,不能做一好器皿。 许多的时候,信徒已经受了神的重担, 但是,他却不照着这重担所要求的去行, 以至他的灵,就因这重担而苦了许多日子, 并且叫神不能再给他新的重担。 因此,最要紧的,就是先借着祷告, 依靠圣灵,使用自己的心思,来探知这重担的意义。 在许多的时候,灵中的负担,乃是为这祷告, 息死十二,实在说来,我们也不会祷告过于我们的负担。 没有负担,而一直祷告的,确定是没有功效的。 乃是出于极异的,灵中祷告的负担,只能因着祷告而觉得清爽。 所有的负担,也都是如此。 神叫我们的灵,为什么是负担? 我们唯有成功神所要我们做的事,如祷告,传他的信息等,才能减轻我们灵的负担。 乃是因为,灵中有这样祷告的负担,我们才会在圣灵里祷告,才有那一种说不出来的叹息的祷告。 灵中有祷告的负担时,我们无论怎么做,总不能除掉这样的负担,唯有祷告,才会释放我们。 当是成功时,负担就立时脱去。 不少的时候,信徒灵里所积蓄的祷告担子太多了, 以致在骑手祷告的时候,好像祷告是最苦的一件事。 但是,信徒越祷告,就要觉得他的灵在那里越说阿们。 我们必须尽将叫我们灵负担的,在祷告里完全都说出来, 一直等到担子完全离开我们。 我们越把生命和我们所有的一切在祷告中发表出来, 我们就要越觉得舒服。 但是,在这样的祷告中,常有一个试探, 就是当担子还没离开之前,就停止祷告了。 信徒多是在觉得灵中稍微畅快的时候, 就以为他的祷告已经成功了, 岂知他此时不过挣起手做属灵的功夫了。 如果我们此时转向别的事情, 属灵的工作就受了伤害。 信徒千万不要误会, 以为灵工都是欢喜、畅乐的, 若有了负担,就是失去他的属灵精力。 最可惜的,就是信徒不知道灵中的重担, 乃是真正的灵工, 因为肯如此为神为人受苦的, 才是真不为自己活的人。 其他终日寻求感觉上快乐, 惧怕为神为教会负担什么的人, 都不过是为自己活着的, 属魂的。 所以当神将负担赐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堕落了, 或者必定什么是错的了。 撒旦最喜欢信徒这样的论调, 因为他要免受他们的讨伐。 我们不要误会自己。 我们如果听他, 以为我们应当是在什么地方不对了, 就他更要控告我们而使我们受苦。 真实属灵的工作, 乃是向撒旦进攻的, 为信徒受生产之劳的。 这都不是可乐的啊, 这个需要最深向己的死。 就是因此, 没有一个属魂的信徒是能真做灵工的。 终日有感觉上的快乐, 并非信徒属灵的证据, 反之, 乃是那些不顾自己感觉而与神前进的人才是。 多少的时候, 当信徒灵中受了担子与仇敌征战的时候, 他很愿意独在一处断绝人世的交通, 而与仇敌征战。 在征战未了时, 连脸上的笑容都是难有的, 所以, 属灵的信徒应当欢迎主所赐给他的担子。 信徒必须知道灵的律法, 必须知道如何与神同工, 不然他就要不理这样的负担, 以致叫自己受苦, 而不久失去这样的负担, 不能与神有极荣耀的同工。 所以, 每一次灵中有了负担的时候, 就当立即在祷告中寻出, 到底是为着什么负担的。 如果是一个征战的护照, 就应当征战。 如果是一个传福音的护照, 就应当传福音。 如果是一个祷告的护照, 就应当祷告。 应当寻求如何与神同工。 让旧的负担过去, 侥心地再来。 灵的退落。 这意思, 就是神的生命和能力 在信徒的灵里 好像潮水那样的退落。 我们知道, 当信徒属魂的时候, 他常以为在感觉上, 觉得神的同在, 觉得快乐的时候, 乃是他灵性最高的时候。 如果他觉得枯干烦躁, 他的灵命乃是最低的。 这都不过是在感觉上并非灵命的时况。 但是灵命也有实在低落的时候, 这与魂的感觉乃是不同的。 自从信徒被圣灵充满之后, 在一时中, 他仍是继续如前。 但是, 不久就渐渐地退落, 不是忽然的。 感觉上的退落, 与实际上的退落的分别, 就是在此。 前者多是忽然的, 后者多是渐渐地, 觉得自己灵里的生命和能力, 就是他所曾一次接受的, 现在已经逐渐退落了。 这样, 就叫他失去灵中所应当有的快乐, 平安和能力, 就叫他一天过一天软弱下来了。 在这样的时候, 信徒就觉得与神交通, 好像没有什么滋味。 读经好像也没有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信息, 也没有特别的经节会感动他的心, 就是有, 也不似从前之多。 祷告也变成很枯干而美味, 好像没有意思, 也没有话语一般。 做见证, 好像也不喜欢, 没有从前的刘勇样子。 生命没有从前那样的强壮, 那样的兴奋, 那样的轻快, 那样的喜乐, 一切好像都退落了。 潮水真是有涨落, 但是, 在我们灵中的, 乃是神自己的生命和能力, 难道他也有涨落吗? 神的生命, 不知道什么是退落, 他乃是长久留意的。 神的生命, 并不像海洋潮水之有上下, 乃是如一种的江河, 长久流出活水来的。 约七三十八, 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并非如潮水一般, 在某事必须退落。 我们里面生命的源头, 乃是在于神, 他乃是永远不改变的, 在他没有转动的影。 所以, 在我们灵里的生命, 应当是川流不息的, 洋溢涌流才可以。 所以, 如果信徒觉得他自己的生命, 已经退落了, 他就应当知道, 并非他的生命退落了, 乃是停止不留了。 他也应当知道, 这样的退落, 乃是绝对不必有的。 千万不要被撒旦所欺, 以为一个上居在肉体里面的人, 永远不能长久满有神的生命的事。 神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 乃是一个活水的江河。 如果没有拦阻, 乃是永远长流的。 信徒能够长久, 有洋溢的经历, 退落并非必须的, 乃是反常的。 所以, 问题并不是灵命现在退落了, 应当如何才能叫它长满起来。 现在的需要并不是如何充满, 乃是如何流通。 生命的泉源, 上市在信徒里面, 但是现在庸塞了。 来路虽然不错, 但是出口却生阻碍了。 因为不能流通的缘故, 所以生命的水也不能再来了。 如果出口一通, 生命的水就上要源源而来。 所以, 这样信徒所需要的并非更多的生命, 乃是更多生命的流通。 信徒一觉得他自己灵力生命, 好像退落了一般, 就应当知道必定什么地方拥塞了。 撒旦要以为你的灵性退步了, 旁人要以为你失去能力了。 你自己以为你或者犯了什么大罪了。 这些也许是真的, 但却不尽然。 实在多, 不是都是因为不知如何与神同工, 如何履行神的条件, 以得以不息地穿流。 愚昧是最大的原因。 所以他应当立刻祷告, 默想, 试验, 考察。 应当等候神, 求他的灵启示, 以你退落的原因。 你应当活泼, 应当寻找你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没有履行灵命长流的条件, 以致你退落了。 你不止应当承认你真是退落了, 这一步也是最要紧的, 并且也要活泼地寻求退落的原因。 撒旦, 别人, 自己所有的设想, 虽然是靠不住的, 但也有考虑的价值, 因为有时是时的。 知道原因了以后, 就应当立时抵挡这原因。 你不要以为灵命自然会流出来。 如果你没有除去阻止它流通的原因, 它是不能流的。 所以, 每一次灵性退落的时候, 都应当立时在祷告和默想之中查考原因。 明白神生命流通的律法, 抵挡一切仇敌的工作。 这样, 生命就要再涌流了。 这样, 这生命要重新奋发, 比从前更有力量, 已冲破仇敌一切的尖累。 灵的失职。 人的灵好像电灯一般。 当它与圣灵相接触时, 就满有亮光。 若一脱离, 历成黑暗。 人的灵, 原是耶和华的灯。 真二十二十七, 神的目的是要它充满光明的, 但是, 在许多的时候, 信徒的灵, 竟然黑暗了。 这为什么缘故呢? 因为人灵与圣灵失了接触, 所以黑暗了。 所以要知道, 到底信徒的灵, 曾否与圣灵失了衔接, 只看这灵, 有否失去光明极致。 我们已经说过, 神的圣灵, 乃是住在人的灵里, 人与圣灵的同工, 乃是借着他的灵。 如果人的灵失了长度, 就好像与圣灵脱了衔接, 失去亮光一般。 信徒最要紧的一件事, 原是保守他的灵, 在一种健康稳静的情境中, 以致他能与圣灵同工。 如果灵受了外面的纷扰, 他就立刻变成无用, 不能与圣灵同工, 变成黑暗。 以上所说, 灵的各种光景, 都是较灵失职, 不能与圣灵同工。 灵依失职, 得胜就变成不可能的事。 如果一个信徒当早起的时候, 觉得他的灵, 好像变没有了, 仇敌也许要以为, 这是因他昨天做工太过身体疲乏所致。 如果信徒不查, 就是这样任凭他的灵失职, 他就没有力量, 以抵挡一日的试探, 和做成一日的事工。 他应当立刻查考, 他应当知道身体不应当影响灵, 灵应当是活泼的, 刚强的, 足以节制身体的。 当他明白这个之后, 他就应当承认他的灵, 现在乃是受仇敌的攻击, 现在已经失职。 他就应当立刻要求恢复原状, 不然, 他一见人, 恐怕就要失败了。 早起灵若失职, 断不可人知继续到日中, 因为这是取败之道。 信徒知道自己的灵已经失职了之后, 就当立时拒绝撒旦所有的工作, 和他所以工作的原因。 如果这不过是仇敌的攻击, 就经这一抵挡, 灵就要恢复自由。 如果这攻击乃是有原因的, 以及乃是因为信徒为他留地位的, 就当查考这原因是什么, 而除去。 这个自然乃是关于信徒已过的历史。 他应当想到撒旦如何能攻击他的灵, 应当想到他和他的环境, 家庭, 亲友, 子女, 事业等等, 将这些一一都祷告过。 如果他觉得当他祷告到某事时, 灵中好像舒服一点, 他就知道, 他已经得着灵受攻击的原因了。 他就应当在神的面前除去这原因。 当他祷告完了之后, 他已经得着自由, 他的灵就也恢复他的工作了。 有时灵的失职, 乃是因为信徒认凭他的灵自由, 而不管治, 以致行走在正当的轨道之外, 先知的灵, 原是顺服先知的。 灵前十四三十二, 一个随从自己的灵的, 就是一个鱼丸的先知。 结十三三, 这是最要紧不过的。 如果信徒不是运用意志, 管制自己的灵, 不叫他太过, 也不叫他不急, 保守他与圣灵同工, 灵也是要失职的。 信徒应当知道, 人的灵是会放纵的, 所以真言里面才有狂灵, 十六十八的话, 人的灵是会在圣灵之外单独行动的。 如果信徒不管治, 不叫他顺服圣灵, 他是会自由行动的。 所以, 信徒必须时常警醒, 不让他的灵走出神的轨道之外, 而不在安静中与神交通, 以致不能与神同工。 有十灵的失职, 乃是因为信徒的灵, 变成刚硬。 神需要一个柔软的灵, 以发表他的意思。 灵若刚愎自用, 不肯谦卑顺服, 圣灵的工作, 就要受拦阻。 乃是一个迁就的灵, 才能成就圣灵的意思。 信徒必须有甘心乐意的灵, 初三五二十一, 能在最短的时间中, 迁就何于圣灵的旨意方可。 信徒的灵必须非常的敏锐, 能感觉到圣灵微小的声音, 而立刻响应。 如果信徒的灵有点刚硬, 他就不能遵行神的旨意, 他也听不见圣灵在灵中所发的声音。 因此, 信徒必须保守自己的灵, 在一种柔软的情形中, 而时常跟从追随他灵中微细的知觉, 这就是使徒所说不要消灭灵, 铁钳五十九的意思。 灵所有的工作, 感动, 知觉, 信徒都当谨慎追随。 他若如此, 就要看见他灵中的知觉, 一次敏锐过一次, 并且神也能在那里, 叫他知道他自己的旨意。 信徒如果要随从灵而行, 他就应当知道, 他的灵在什么时候乃是失职, 不能与圣灵同工, 并乃是为什么失职了。 他应当警醒看守他的灵, 叫他时常在安静简单中, 与神交通, 抵挡一切从仇敌和自己来的纷扰, 叫他失去与神平安的接触。 灵的情形。 总而言之, 信徒必须明白灵一切的律法, 才能随着灵而行。 如果他失去警醒, 失去与神的同工, 他就要堕落。 在灵的律法中, 最要紧的就是查看灵的情形。 这查看灵的情形, 就是以上所说者的主脑。 信徒应当知道他自己灵的情形。 他应当知道灵的长度是什么。 灵失去长度是怎样。 灵本来应当掌权管制人的混合体, 他应当居在最高的地位, 应当最有能力。 信徒应当知道他灵的情形到底是否如此。 他应当知道他的灵, 曾否因着征战或环境的缘故, 竟然失去长度而受催促。 灵的情形大约有四种。 一、灵受压伤, 一级低落。 二、灵安静稳健, 处在正当的地位上。 三、灵受催促, 被勉强, 过分地活动。 四、灵友误会, 灵后七一, 一级灵生了毛病, 容留罪恶。 信徒最少必须能知道 他灵这四种的情形, 并且知道如何对付他们。 在许多的时候, 信徒的灵因着 自己不警醒的缘故 或者仇敌攻击的缘故 受了一种的推开, 以致他的灵沉落下来。 在这时, 信徒就要失去他天上的地位、 光明和胜利, 而觉得自己冷淡, 违避, 不能高举。 灵因着悲伤 或者其他百识的缘故 就完全降下, 失去了他翱翔的快乐。 灵这样受压伤, 就低落在正当地位的水平线之下。 但有时灵 却会受催促, 而狂奔在正当地位之上。 信徒可以因着魂的受刺激 狂热起来, 至灵也受了催促, 而失去他的安静。 有时, 信徒因着随从活物的活泼之故 就得着一个放灵, 过度的喜笑, 以及其他多种的原因 都能叫灵放纵难收。 与仇敌久长的征战, 也会叫灵过度的活动, 撒旦能叫信徒的灵, 在与他征战时, 或之后, 因为伸张过肾的缘故, 而活动不止, 失去他的冷静。 他会以奇异的喜乐 或别的给信徒, 叫他的灵行动 在信徒心思或意志的管制之外。 这样, 信徒就不能守卫, 就要失败。 有时灵并不是太低, 也不是太高, 乃是有了污秽。 这些的污秽, 有时是灵中的态度, 如刚硬, 不服等等。 有时是灵中的罪恶, 如骄傲, 嫉妒等等。 有时是灵中杂有魂的作用, 如天然的爱情, 感觉, 思想等等。 灵一有了污秽, 就需要洁净。 灵后七一, 约一一九。 信徒如果要随着灵而行, 他就必须明白, 他自己的灵到底是在那一种的光景中。 他的灵到底是处在冷静正当的地位, 还是处在太低、太高、污秽的地位里呢? 他应当知道如何高举他压伤的灵, 以与圣灵的程度相合。 如何运用意志以阻止他过度活动的灵, 叫他归回长度。 如何洁净他污秽的灵, 叫他重新能与神同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